可是大家應該不知道 大家應該很想知道 很想有這種準秀節目啊 我們唱歌的聲音 是直出還是會小秀啊 我就知道要問這一題 你有錄過森林的第一集嗎 第一季的第一集 錄到早上六點 最衰的應該是艾依良吧 就是因為他也不是這個節目的導師 他只是第一集的飛行導師 他被迫錄到那麼遠 您現在收看的是 觀賞無人頻道 如果您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哦 給我們更多的鼓勵 整片即將開始囉 哈囉 我們剛剛好 今天直接放開 就打過來了 又是我 今天我們要特別治療某一種節目 叫做選秀節目 我跟你講選秀這一塊啊 陶晶瑩敢說第二 我 就是說第三 因為我本身做過蠻多選秀節目的 就是我在入行的時候 你就是在做我旁邊的那個單位的節目 沒錯 就是我是做過超級偶像 也做過星光大道 還有 森林之王 還有一個比較冷門一點點的 就是A級戰場的男團選秀 有啦 OINFINE也是有很多人認識 對啊 對啊 他們粉絲也是蠻濃濃的 所以這次選秀節目真的是不同的類型 有很會唱的 有一些比較綜藝關卡的人 我還有走過男團的 我還有做過美食選秀 美食選秀 那你該不會有做台語歌手選秀吧 台語歌手選秀目前還沒有接觸 OK 美食選秀就是之前的那個 LULU主持的 FRED 這什麼 料理之王啦 料理之王 我對不起 前幾年節目我做完就忘記了 因為現在年輕人其實沒有在看 他那麼多電視 我們兩個這樣一直聊 我們好像老人 就是把每一個那個都講得如鼠家鎮 沒錯 我其實我最喜歡做的節目的類型就是選秀節目 因為其實你會看到 這個每一個選手他會有一個成長的曲線 就比如說 一剛開始很強的選手 他到中間突然撞牆了 他撞牆的時候 就會有黑馬選手跑出來 然後這些黑馬選手 他們就開始互相競爭 然後有的時候 覺得好像 過得很順遂 大家表現很好的時候 踢館就來給他們一點顏色強 對啊 而且有一次只要踢一個一次兩次 都會突然很紅也有可能 對 然後這些選手的曲線跟他們的表現 其實就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都會覺得 其實就像跟觀眾一樣 我們很會很容易感同身手 他們開心 就也會很開心 他們難過或者表現不好的時候 我們在剪接室 或我們在螢幕後面看 也會覺得很心疼 對啊 好那一開始做超級 我想說那時候你是 in house的那種工作人員 還是你就是剪接team的人 我就是那時候 就是在三立裡面上班 然後就是做in house的剪接師 我還做兩屆 就是超級像8跟超級像9 哇 超級像8 我還記得賽制是一直循環賽制 對 沒有 沒有幾屆 不是一屆一屆 對啊 很煩耶 對對對 然後那個時候 一剛開始在發的時候 就是做外景的VCR的剪接 然後還有一些 預告啊什麼這些的剪接 所以VCR的剪接就是去拍一些那種很賺人日類的很煩的影片 就是說他從屏東上來啊 然後拍阿公的腳跟那個 對 腳跟那個 古董 就說 寶貝啊 我去吃台北比賽啦 沒錯 或者是拍一些是意境 譬如說 他平常是一個很野線 他在山裡面奔跑這樣 到後面 譬如說森林之王 或者是一些比較近期的選秀 VCR類型又轉變成 因為大家就覺得這種已經開始 差勾鞋了 噁心這樣子 所以就開始拍他們什麼 他們練習的畫面 所以你已經算是不只算是後製團隊了 等於你參與整個節目的製作過程 對 因為後製其實有的時候 會回過頭來 跟前置有一些交流 就是因為 我們會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拿到素材怎麼樣的素材會比較好做 或者是 在腳本發想的時候也會 跟後製討論說 那畫面上怎麼樣做會比較漂亮 他們去拍 而且好處就是 你可以知道 你自己想要用的哪些畫面 可以接拍 譬如說 你說練舞一定要狂拍那個腳底板 沒錯 有沒有跌倒 我就沒說 對對 那你說一個選秀節目的籌備啊 其實我們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海選 以前辦的其實是實體海選 對 北中南的百貨公司 還要去馬來西亞 我跟大家說 北中南百貨公司真的不稀奇 我最喜歡的海選地點是東部 為什麼 我覺得稍微有點刻板印象 但是東部真的好多會唱 原住民 對 還是因為說他們其實有時候接觸到 參加選秀機會有時候沒有那麼多 所以你們願意去選 所以他們都來了 對對對 因為北中南很想說 沒關係去年才唱過 我再多練練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 因為東部的朋友 尤其是早年 他們要來北中南參加海選 其實相對來說 可能交通成本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去那邊 他們真的一窩蜂 然後超熱情 然後真的看家本領 然後有一些真的是小朋友 像我們那時候在做超級有像8的時候 然後在台東選出來 好像前三名都是由東部包辦這樣子 哇 三個小女生 那如果說我們搬來台北的話 他們可能就很難來這邊 因為他們那時候才14、15歲而已 因為以前的那個平台 沒有像現在那麼發達 自己拍拍抖音 拍拍TikTok 可是像現在他們就是 可以有自己很多的平台 我會寫歌我就拍Rails 然後召集大家的意見 我還把你們提供歌詞 寫成一首歌 可是以前他就是得參加這些選秀 沒錯 我記得我也是 也是去森林之王的直播 我們在帆朝圓拜吧 我們就差不多兩個小時 我好荒草的人之多啊 我看過一個帶著玉 不好意思說耶 我帶著玉飯坦給我上去唱歌耶 就說不好意思我的早餐還沒吃完 然後不然現在就開始唱 對對對 我看那幾個都是 我好難忘喔 還有那種穿拖鞋 然後吊嘎感覺是路過排隊 排進來就唱一首這樣子 然後當社區卡 然後可以再敲 對 因為平常是30秒到1分 然後我們就這樣 叮叮叮 然後我們在旁邊就只好假裝說 下一位下一位 對 因為我們全程有直播啊 我覺得最精彩的排選的過程 絕對不是你電視上看到 是拍底下工作人員 跟底下的那個老師的反應 因為 真的太多很 絕對自信 就會上台表演這樣 當然有夢最美啦 然後各種像北中南選秀 然後呢 像我記得上《志成勝利》之外 我們還有去馬來西亞選秀 就是各種不同的城市 我們全部都找來唱啦 那你有印象很深刻的場所嗎 其實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現場海選 是我們做星光大道有一屆是 線上海選 而且那個海選很殘忍 那個海選是要你要把你的影片上傳到YouTube 那等一下公開耶 其實是公開 而且我昨天在準備那個就是訪問的資料的時候 我還上網去看 就是那些影片其實都還在 我們要搜尋什麼可以看到嗎 你們搜尋星光大道海選 搜尋星光酷選 OK 對很酷的酷 然後我在上面就會看到說 原來有這個人 所以海選過的資料觀眾 通常都會選一百個人進風吧 哇第一集真的是可以去死耶 每次都錄到封掉 你有錄過森林的第一集嗎 第一季的第一集 錄到早上六點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拍一些幕後花絮 哇哇真的累啊不行 而且你這樣累到不你就算了 那些選手我們也沒有想要訪問的 因為你知道我們做花絮初期是這樣 就是選手都還是素人的時候 你根本不會想要拍太多 因為最後你可能他 因為你這樣一百個人唱 可能播出來的人都被剪光光 只有二十個人 所以素人我們都經常不拍 就一直去訪導師 可是導師後來訪到也是一個四五點 就已經不想要聊了 我忘記是 是林佑家還是蕭靜騰 他已經錄到鬍子長出了 我想說太可怕了 所以雖的應該是艾姨涼吧 就是因為他也不是這個節目的導師 他只是第一集的飛行導師 他被迫錄到這麼兇 他很敬業 他在中間休息的時候 還會想說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就看到機場 因為林佑家跟蕭靜騰 他畢竟是真正節目的導師 對 阿姨涼就是一集來的 陪你落到六點 他還沒想到想說 他就說這是上了賊船 然後第一集不來了 不錄不錄不錄 好衰喔 後來就錄聲音之王變成大家的一個惡夢 尤其是前面第一次錄一集的時候 第一次一定是錄一集 然後分上下集 我們第一次是分上下集 對 然後那些就一百個人慢慢唱慢慢唱 然後後台真的累到不行 所以還選完了之後 大概到選到第幾個時候 你們開始會有一些感覺 比如說二十強三十強嗎 其實百人出選的時候 我們真的過目自已忘 就是剪完這一集之後 可能偶爾會回頭想說 欸有這個人喔 然後真的要開始慢慢 對這些人認識的時候 大概會十六 就是因為你要去拍一些VTR 或者是真的要叫得出他的名字嘛 對 我覺得對觀眾來說也是 就是我們大概做幾次 幾個選秀來說 其實他們在做 大概二十十六的時候 大家會真的開始 對這些觀眾比較有投入 開始會因為他們的起伏 會開始有同感 同力心這樣子 可是這些選秀節目 真的都只能唱一次嗎 就是 他有辦法真的不小心 就唱錯重唱嗎 還是應該沒辦法 如果是硬體的 就是真的現場硬體的舒適 比如說麥克風還沒有聲音 或者是攝影機怎麼樣 或者是現場什麼東西停機了 或怎麼樣 這是我們製作單位的舒適 所以我們就會給他重唱的機會 基本上我們選秀 因為很多人在看 尤其現在大家都有手機 尤其現場也有觀眾 對啊 所以我們是沒有辦法 真的譬如說真的作弊 或者是幹嘛的 像這樣的狀況產生 有一個狀況 就是我重生的時候開始 就是我們會彩排的時候 就會排很完整 那如果 盡量不要讓導播或攝影師出錯 對 然後我們就是會用 有時候有問題 收音的問題 或是畫面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用到彩排那次去補 但是我們的最終原則 都還是不影響選手的表現 跟最終的比賽結果 因為彩排只是否播出用 對 所以現場導師還是看我們現在比賽的這個內容為主 沒錯 所以這也是告訴大家 就如果你要參加選秀的話 彩排要認真彩排 對啊 而且你要真的要告訴導播你要幹嘛 因為有些人想要留驚喜 在表演的時候 不好意思會拍不到 對 導播不知道你要去那邊開雨傘 導播氣 導播氣的時候幹嘛過去 你沒跟我說你要開雨傘 可是大家應該不知道 大家應該很想知道 很像這種選秀節目 我們唱歌的聲音 是直出還是會小秀啊 我就知道要問這一題 其實早期的選秀節目出來的人 他們的實力 真的 真的是 扎扎實實 你說上次的林佑佳 許家瑩 對 其實早期選秀節目的聲音是不修的 完全沒有修 好奇呢 好奇只是會小秀一點 有時候我們修不只是修選手的聲音 我們要修樂隊 他們現場的時候樂隊的收的聲音乾不乾啊 有時候希望這個地方再润一點 或者是這個地方鼓聲大一點 有的時候是修樂器的聲音 樂隊的聲音 那當然大部分我們還是會 focus在選手的聲音上 難怪今年歌手就是要挑戰直播 回到剛才的大原子 就是我們修的東西 不影響選手的表現跟最終的 我們修的是為了節目播出 對對 為了讓觀眾在收看的時候 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收看 有 之前某一集那個原子少年製作人就有講 他說他本來前面都有修音 然後大家就說 我們想看真的 某一集就真的沒修 聽聽看啊 哇 全部都說好難聽 你看畫面啊 隨著比賽結束 大家會希望這些人越來越像藝人 真的變成一個偶像團體 或是一個明星人 但是短短的比賽就三個月 因為他們不可能馬上就那樣了 然後我們又要讓他們感覺好一點 所以我們還是 必須要下一點功夫 那時候選秀節目會不會比起有像我一般的訪談節目來得更有成就感 因為畢竟你們是真的在造星的一條路 即便你們沒有欠他的經濟約 可是你看著他越來越紅 其實他是隨著隨著陪大家一起長大的感覺 嗯 我們以前做選秀節目一起做的時候 我會有同事說 其實他會覺得他是有一個使命 跟要對這些人負責 就是這些選手負責 因為他們一清二白對這個圈子 對這個社會其實很多都沒有防備心 他就是素人 對 百貨唱的歌圖 對對對 突然進棚啦 他們就沒有心理準備 但是他們把自己交給這個製作單位或怎麼樣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要 就是要照顧他們 或是要對他們負責 然後要保護他們 一槓牌早期的時候 所以我們以前會有 選手會有保姆 選手保姆 真的是會深入他們的生活 就關心他們說 欸 吃飯了嗎 就是你今天幾天起床啊 趕快去睡覺這種 就是搞曖昧嗎 沒有耶 他就是要認真的去照顧他們的生活這樣子 現在就選管 選手管理這個單位 然後也是一樣就是 要讓他們在這個生活上 感覺是有人在帶領他們進入這一行的感覺 現在我覺得在這個舞台上 繼續發光發熱的上是艾薇 她的歌真的KTV都在榜上 李友廷的歌也是 身形狀一有一個叫Gail的選手 一個泰國妹妹很可愛 她好可愛喔 對 她最近也有發片 其實我們現在回頭看到 我們做的這些歌手啊 他們還在線上 我覺得我們都會有一種媽媽的感覺 那個時候 還要子啊 就是老娘幫你修音的 哈哈哈哈 哇 你剪成那樣 好好感謝我吧 接下來呢 還有新的選手要來了嗎 現在啦 現在就是台灣紅的幾個選手 原子少年 未來少女 然後這兩個應該會一直不斷地出來 因為近年來的趨勢就是男團女團嘛 然後再加上原子少年的人 真的紅到不行 其實你現在到哪裡 都會有原子少年的某一團表演 某一團的表演 團體綑綁推出 其實對現在的選秀來說 也是一個比較聰明的做法 因為大家會互相結唱不斷 你會唱歌的你就好好唱歌 你會Rap你就好好Rap 你跳舞就好好跳這樣 大家就會有一個擔當一個擔當這樣子 你看Otom都要看小巨蛋了 時間過得有多快 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現在最期待的是原子少年2 好像快要播了 對 因為你的原料片看起來好像 顏值都還滿高的 我也是有的時候 我就會看一看一看 然後就沉迷進去 然後旁邊的人就說 你不要抱著挑菜的這個 不要抱著挑菜的新眼光在看這個影片 我覺得不管這三家選秀也好 或者是聽完這個 你還是對於做選秀節目有興趣 其實真的是充滿熱血 好啦 那實際上 結論是期待原子少年2 真的很期待啦 好啦 一樣可以去打鼓的工作室應徵 如果是下去真的很想剪片的朋友 謝謝打鼓 謝謝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謝謝昨天的我終於可以下定決心 想我的夢不再只是說說而已 不為誰找原因 不為誰去證明 只是我不想某點後悔 我去寫水陪伴之後 每個最新給我擁擠 跳個清淡不再只是瞎子一滴 突破了眼睛忘記更美的風景 只是想遇見一個更好的自己 幸福都是衣服的 視頻 感谢观看